男人在去面试的路上 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撞一下 紧接着就看到对方冲到马路中间 被汽车撞飞后血淋淋地躺下了自己面前 崔一仔被吓得丢了魂 导致在面试现场心不在焉 连面试官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听到 不出所料他面试失败 可在贫穷家庭长大的他 为了毕业后能找份好工作 一直努力学习才获得了进大公司面试的机会 不料这一切都被早上遇到的男人破坏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 崔一仔求职失败后 因为学代关系过上了负债生活 他只能白天到处打工 晚上各种网站投递简历 可现实给了他一次次的打击 眼看身边的同学都结了婚 只有他还停滞不前 他依然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转 终于七年后 他再次获得了进入泰康集团的最终面试 可简历上只有打工经验 面试官正要淘汰他 一旁的代表却从中看出他是个自律的人 崔一仔以为自己这次吻了 就在他兴奋地走出面试室时 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他投资的钱全部被朋友撕吞了 等他找过去是朋友已经跑路 伤心欲觉得他本想找女友安慰 结果看到他身边已经有了新的追求者 对生活失去希望的崔一仔 当场跟女友分了手 而等他失落地回到家时 因为没钱交房租 房东将他的东西全扔了出来 此时还收到了面试失败的短信 崔一仔感到万念俱灰 最终留下一封遗书 从高楼跳了下去 然而他落地时下方刚好有个女人 不幸跟着他一起身亡 崔一仔死后来到了民间 一个自称死神的女人 训斥她竟然以这种低等的自杀手段 主动送上门 这简直是对她的羞辱 为了惩罚男人 死神将她一把丢进了下方的血池 让她常常被猎鬼撕咬的痛往 崔一仔再次睁开眼 已经拥有了一副新面孔 此生决定让她的灵魂 分别进入即将死亡的十二个人体内 让她感受十二次死亡经历 比如被烧死砍死砸死等 不过如果崔一仔能想办法 让他们避免死亡 她将以那个人的身体度过余生 自身的灵魂 再生死亡 不 不 你还想死亡 你还想死亡 死神一个响指就消失在了面前 离开时留下了一个晶体 崔一仔通过晶体获得了肉体主人的记忆和能力 他现在正是太康集团老板的二人 不仅住在戴永池的大别墅里 还拥有至少三家专机 他从出生起 唯一的目标就只有打败面前的哥哥 成为家族集团的继承人 郑太不负所望被指定担任太康集团的接班人 目前正在接受就任代表李氏的培训 崔一仔对这个身份实在太满意了 以前的他费尽心思想要进入太康集团 如今却直接成了集团的二公子 看着屋内琳琅满目的奢侈品 他已经开始畅想以后的奢秘生活 然而话音刚落 飞机突然着火急速下降 他连忙扣紧了安全带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 飞机也逐渐七零八岁 看着面前的空姐被巨大漩涡带走 崔一仔也被烧得面目全非 他再次睁眼已经来到了明界 死神问他再死一次的心情如何 说完他扣动了单机 这次他成了一位极限运动员 拥有四项金是世界纪录的他 一直过着挑战危险的人生 而他今天要挑战的纪录 就是步杯降落伞从八千公尺的高空跳下 并准确落入设置的安全网内 这项史无前例的挑战 让他获得大笔资金援助 电视台也在实时进行直播 今天如果挑战成功 他就能从赞助伤手中 获得三十亿韩元的现金 为了得到巨额奖金 他开始拼了 很快就掌握了肉体主人的能力 随着他直直朝安全网方向下坠 电视台的收视率也达到了顶峰 二十%! 大胆 成功 我一定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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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万 小爸将一盒过期的牛奶倒在男同学头上 随后拽住他的领带 让他跪在地上学狗叫 男同学被扼住脖子难以呼吸 小爸却让其他同学赶紧拍照 男同学不敢将此事告诉母亲 因为父亲在他五岁那年去世 身为一家之主的母亲 为了他不分昼夜的辛勤工作 认真学习是母亲对他最大的期望 他即便讨厌学校也必须要去 然而持续过着地狱般的校园生活 让他开始陷入混乱 尤其是每次看到同学们那一张张恶魔般的脸 他就感到惊恐不已 无法再忍受这种日子的他 鼓起勇气威胁小爸 再欺负自己他就从这里跳下去 男同学赶到万念俱灰 留下一封遗书后决定一死百了 可就在他准备前往顶楼时 突然被一个男人夺去了肉体 原来一个叫崔一仔的男人 因为失业失恋加上被朋友骗光了所有积蓄 于是从高楼跳了下去 然而他落地时 不小心砸死了下方一个无辜的女人 来到冥界后 死神决定对他施加惩罚 让他的灵魂进入十二府即将死亡的躯体中 感受十二次不同的死亡经历 他经历完被烧死后 又从高空坠落而死 这次来到了一个高中生的体内 读取完肉体主人的记忆后 他感到一阵惬意 因为刚刚他避免了高中生跳楼自杀 所以就能以这种身份存活下去 被冒犯到的崔一仔 直接拎起椅子朝孝爸的头上攒 飞机还对着他贴了几几 他又揪住了孝爸的头发 崔一仔正要挥去手中的拳头 突然被人从身后推到了地上 他正要出手教训一番这个大快 结果反被对方推到地上 进行了一番拳脚教育 感觉到受到羞辱的孝爸 也开始疯狂报复 好在上课铃声突然响起 他才免受皮肉之苦 可放学后还是没能逃离 孝爸的折磨 一旁的大块头看不下去 让孝爸教育几下就行了 孝爸听后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就在孝爸准备继续时 斑花走了过来 他立刻跑了过去 崔一仔回到了高中生的家 看到本体也是由单亲妈妈 抚养长大 这不免让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他死后母亲该如何面对生活呀 思绪突然被门铃声打断 回来的母亲给他做了最爱的烤牛肉 回到卧室后 他准备给母亲打个电话 此时孝爸发来短信 让他明天带五万韩元过来 崔一仔在遗书中发现 高中生每次给孝爸的钱 都是他撒谎向母亲骗来的 随一仔发现大块头也十分不爽孝爸 于是找机会跟他搭话 在他不断的言语刺激下 大块头也发泄出了对孝爸的不满 可此时孝爸走了进来 没想到大块头一见到孝爸 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 事后大块头告诉他 自己不是害怕孝爸 而是怕他背后那个很强的靠山 孝爸就是因为投靠学长 才能狐假虎威 否则他只是一只软脚虾 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开始另寻出入 于是在吃饭时 故意将一碗面扣在了孝爸头上 近视颜面的孝爸很快去找了学长 学长赶到教室时 崔一仔却选择无视他 还看着网慢不停地笑 看到孝爸竟然能被这种货色欺负 学长顿时无语极了 离开时学长还警告孝爸 以后别在外面说跟他很熟 否则就让他少一只腿 学长走后 崔一仔还不忘嘲讽一番笑把 大块头也上去给了太尼巴掌 没人照着的笑把瞬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连喜欢的斑花也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无法容忍的他晚上就找到崔一仔 被叫成废物的孝爸顿时情绪失控 紧接着就拎起一块砖头砸死了他 崔一在绝望地返回冥界后 又被死神安排了下一段人生 而这次的他成了一个小混混 还爱上了黑帮老大的女人 是杀人不眨眼的小混混 却爱上了黑帮老大的女人 为了跟对方双宿双飞 他偷走了老板私藏的一百亿秘密资金 可就在跟爱人会合的路上 他被老板的人发现 为了套出女人跟前的下落 老板命人对他进行了一番残忍折磨 眼看一颗螺丝刀即将塞进眼球 他奋起反抗挣脱了束缚 紧接着将面前的人全部打趴在地 为了尽快跟爱人会合 他骑着摩托车从货车上一跃而下 得知他逃跑的老板 开始对他进行全程狩猎 看到悬赏金高达20亿韩元 各路人员都开始出动 在马路上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突然前方一辆侧翻的货车挡住了去路 崔一仔被包围了起来 他只能一脚游门 将车开进火海冲了出去 然而身后追击的人越来越多 连警方也出动了人员 崔一仔被逼得走投无路 直接将车子开进了一个商场 可惜甩了一拳 对方依旧将他堵得死死的 眼见没有退路 他趁面前的电梯开了门 一脚游冲了进去 成功逃离后的他感到一阵窃喜 然而当他将摩托车开出去时 面前却出现了一条死路 回头时身后的人追了过来 他只能跟随车子跳了下去 好在面前是个勇士 他侥幸存活了下来 手机掉进水里 也让定位追踪断了 很快他来到海边找到了爱人 看着面前娇滴滴的美人 崔一仔也决定以这种身份 跟他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然而就在他转身去取钱时 爱人突然从身后射了一枪 小混混的身体倒下后 崔一仔再次返回了明界 看到他这副样子 死神忍不住笑了起来 崔一仔问死神 那个女人为何要杀她 崔一仔感到很是失落 突然他想起小混混把钱藏在了 唯有搭船才能前往的地方 而现在只有他知道那个地点 死神忍不住 死神忍不住 死神随即开了第五枪 这次让他成为了一个囚犯 还跟第三是杀死高中生的笑霸 关在了一起 崔一仔气愤地点对方一拳 心中充满了愤怒 看到其他育有对笑霸 避而远之 崔一仔才意识到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心理变态杀人犯 此时精体出现在面前 他透过精体读取了肉体主人的记忆 发现他为了给家里还债 借了一单生意 就是替一个高中生背上肇事逃逸的罪责 为了得到18亿含怨 他主动来到警局自首 没想到在庭审期间被撞的女人死亡 他因此被判了两年 中途他试图加价 否则就将车祸真相告诉警方 有钱后他在监狱过得有滋有味 直到笑霸因杀人被关了进来 其他人害怕成为他嗜血的牺牲品 纷纷避而远之 崔一仔回想到这里 让小弟将房门拔好 紧接着来到笑霸面前 笑霸被打得顿时露出了胆气的一面 开始不听求饶 崔一仔向众人公布了他在学校的霸凌事件 结果反被对方修理一顿 后来轮到他自己被霸凌后 就卑鄙地用砖头砸死了那个同学 御友们听了很是气愤 很快将笑霸围起来暴揍了一顿 崔一仔恢复大哥身份后认为迎来了春天 不料律师派人在监狱对他痛下杀手 好在他灵性一闪 才没被飞来的切割片划伤 只是身后的御友遭了殃 好在拥有格斗技巧的他 很快将这群小虾米打趴在地 还有一天就要出狱 崔一仔为了给笑霸留下痛苦的记忆 开始利用鬼神之说 称他拥有阴阳眼 能看到身后被他杀死高中生的鬼魂 从那以后笑霸开始惊声恍惚 崔一仔离开时还送了他一盒草莓牛奶 出狱后他来到了藏着一百亿韩元的地方 就在他幻想着美好的幸福生活时 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崔一仔承诺会尽快回到家 随后将部分现金存在了保险柜里 然而还没等他走到家门口 突然被人刺了一刀 而男人正是被撞死女孩的父亲 父亲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两年了 他女儿一生善良懂事 撞死他的人却只盼了两年 他心中充满了愤怒 突然耳边传来了脚步声 父亲立刻落荒而逃 崔一仔本以为逃过一劫 没想到跟他一起出狱的育友找了过来 看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崔一仔想要接听却迟迟够不到 再次醒来已经来到了明界 死神随即开了第六枪 这次的他成了一个小婴儿 请将孩子一个人丢在咖啡厅 等他买完饮料出来 孩子的哭声引起了周围人的不满 他连忙抱着孩子不停道歉 然而等坐上车就脸色大变 看着母亲发疯的样子 崔一仔害怕极了 然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他被母亲一把扔在了沙发上 父亲不急不慢地从房间出来 父亲听后直接挖了一勺胃点儿子 还庆幸他现在吃不出味道 此时警察上门拜访 父亲连忙将儿子的嘴巴擦干 母亲也拿出空气清新剂喷了钱 警方接到这里有虐童行为 所以请了一位儿少保护专家前来 然而当专家准备掀开衣服查看时 父亲拿出了自己的名片 他本人是儿少福利保障院的从业人员 不可能虐待孩子 警方在看到夫妻和睦的照片时 也打消了辛迪的怀疑 他解释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他也是按照程序办事 随即提出给他们在董车地上 买一辆二手车作为补偿 上面不仅有许多优质车员 还有限时补贴 同款低价的活动 同时能看到新一车的市场成交价 一定可以给他们选一款好车 两夫妻也不好埋怨 看到两人即将离开 翠依在委屈地哭了起来 然而这招并没有挽留住警方 反而激起了父母的怒哭 母亲快速冲过来抱住他 发泄完后 他将孩子重重摔在了地上 这还没完 他又拿起枕头捂死了孩子 翠依仔再次醒来又返回了明界 这次的他有些惊疵力尽 死神让他回想跳楼自杀时 他眼里不值一提的生与死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 却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死神提醒他无论怎么挣扎 都逃离不了死亡的命运 但如果他企图杀人 但时候自己就会出手镜 他随即开了第七枪 获得重生的翠依仔 立刻掏出手机 查看时间发现 他存在保险柜里的钱 还有15分钟就会被收走 于是在大街上狂奔了起来 终于赶到最后一刻 取出了里面的钱 此时他注意到墙上的海报 原来自己这一世还是个模特 透过晶体他读取了男人的记忆 他从小因为外形忧郁 备受女孩子们的追捧 拥有一副好皮囊 让他赚了不少钱 崔义仔来到家里后 发现自己现在帅气又多精 简直太满意这个身份了 同时他注意到了桌上的报纸 就在他感到一阵不爽时 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朋友提醒他别忘了晚上的贵宾派对 男人重生七次后 终于跟初恋相遇 可如今的他已经换了一副面孔 跟初恋也成了陌生人 看到他一步步靠近 崔义仔不免想到了两人的初次相遇 那是在一个盛开着樱花的地方 智秀手中的剧本突然随风飘到桥下 恰好落在了崔义仔的脚边 智秀探出脑袋的那一刻 他的心就已经小鹿乱撞 智秀习惯性地点了一杯柚子茶 崔义仔递出十手不受控制的颤抖 他只能用笑容来化解尴尬 哥哥以为他是看上了对方 从哥哥口中得知 智秀每天都会来这里 一直做到打样才离开 听说他还是个作家 崔义仔记得自己一直有支持智秀创风 没想到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 他上网搜查到智秀的得奖作品 名字是智未来的你 在看到获奖日期时 崔义仔顿时崩溃了 那天正是他提分手的日子 当时智秀还送给了他一个信封 原来当时那个信封里装的是奖金 结果却被他以为是在可怜自己 给出的施舍 想到这里的遗仔感到很是愧疚 他跑去书店找到了智秀获奖的书籍 在阅读的过程中 发现里面有很多他跟智秀的亲身经历 例如那天他去接智秀下班 看到他身边出现了新的追求者 虽然智秀当面婉拒了 他却心里很不是滋味 随后向智秀承诺自己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他 看到这个片段的遗仔 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离开书店时他注意到一旁售卖的钢笔 当初在看到智秀很喜欢时 他偷偷买了下来 还让服务员刻上了他的名字 然而还没等送出去 自己就跳楼自杀了 智秀一直在咖啡店待到晚上 期间他的哥哥带着孩子路过这里 崔依在看清哥哥的长相后 才发现前世误会了初恋 第二天他开始主动搭话 还以粉丝身份请智秀吃了一块蛋糕 저기 저도 소설로 써보고 싶은 아이디어가 있는데요 啊 그래요 무슨 내용인데요 崔依在将自己经历了七次生死的事 以故事的形式讲出 智秀听得很是认真 只是觉得死亡的设定有些过分 그렇죠 哇 진짜 걔 완전 미친년이에요 어떻게 자기를 모욕했다고 그렇게 사람을 끔찍한 상황에다가 쳐놓을 수가 있냐고요 그래놓고서 맨날 뭐 죽으면 원래 이런 거다 아니 뭐가 원래 그래 대체 뭐 왜요 재밌잖아요 자기가 만든 캐릭터를 꼭 만나본 것처럼 막 열리면서 말씀하시니까 智秀很期待后续的发展 约他明天继续探讨 分别时崔依仔要了一个签名 此时他发现智秀手中的钢笔有些眼熟 原来他死后母亲在遗物堆里 找到了这支钢笔 于是就替他送给了智秀 从那以后 依仔开始每天站在门口等待智秀 跟他分享自己的每一次死亡经历 근데 건우 씨에게 주인공은 왜 단 한 번도 엄마를 만나러 가지 않아요 저라면 매일 갈 것 같은데 엄마를 다시 볼 자신이 없어서요 엄마를 보는 게 더 괴로울 것 같고 智秀离开后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崔依仔立刻拿着一把伞跑了出去 并跟智秀约定明天也要见面 他返回咖啡厅时 突然看到警车的身影 手掌还不小心划伤 崔依仔突然想到了死神的话 他会在接下来的死亡中经历无尽的痛苦 于是马不停蹄地赶去了案发现场 当看到地上躺着那把红伞时 他崩溃到大哭 这一幕被站在对面的智秀看到 他顿时想起了男友去世那天 自己无助地坐在地上痛苦的画面 智秀替他处理了手上的伤 离开时表示以后不会再去咖啡厅 隔天智秀来到了男友的灵堂 表达了对他的思念 认为如果那天自己做出挽留 或许他就不会跳楼自杀了 他感到很是内疚 这一幕被赶来的崔一仔看到 等芝秀离开后 他也来到了自己的灵位前 却突然偶遇了赶来的母亲 崔一仔道别后快速躲藏了起来 原来在他跳楼自杀后 母亲每周都会来这里看望儿子 思念过度还会跑进厕所 放声大哭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崔一仔也逐渐失控 连忙从里面跑了出来 受到死神惩罚的他 已经拥有了一副新面孔 即便已经经历了七次人生 可他始终不敢去见母亲一面 回来后的他决定给母亲写一封信 信里提及这笔钱 是崔一仔投资虚拟货币赚来的 让他可以安心使用 紧接着他提着钱进了曾经的家 可看到家里还摆放着自己的照片时 他难过地跑了出去 然而跑到一半 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广告牌 将他活活砸死 崔一仔醒来才发现是个梦 担心命不久已的他 晚上准备向初恋坦白 当跟智秀并肩同行时 他回想起了曾经两人一起散步的日子 智一仔讲述自己曾经有个交往七年的女朋友 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他一直过得不是很体面 但女友丝毫不介意 还会当着公司同事的面 介绍他这个正在餐厅当服务员的男友 我担心的男友 我担心的男友 我担心的女友 我担心的男友 我担心的男友 她是渴露女了,我和她超級女生的女人 她是遇到男的女人看到讀書 她喜歡她春婦 她是孤独自我愛你 她是她總是為了 她是男生意外今日 她是我們實在做這種女生 所以她將和她相處相處 她希望她回家 崔一仔解释自己 已经无法求得女友的原谅 因为她已经死了 说完她坦白 在咖啡店讲的故事 不是虚构的 全是她的亲生经历 还没等知秀反应过来 突然出现一辆红色跑车 直直撞向了她们 而开车的人 正是崔一仔面试公司的朴代表 每次她经历死亡时 朴代表也都出现在了现场 而她也是第二次死亡对象的哥哥 崔一仔被活活无死后 警方很快赶到了案发现场 处理了两人的尸体 地上还留下了一张 崔一仔的照片 崔一仔再次醒来 是在冥界 这次的她痛不欲生 后悔做出自杀的决定 你会剩下的决定 你会剩下的决定 那是有趣的人 你也会剩下的决定 我会剩下的决定 这次是决定 算不完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